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19号公布第二季财报 虽然单季营收创下记录 但特斯拉大打降价策略 毛利率下滑到18.2% 是16个季度以来最低 较去年同期下降682个基点 局勤长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中指出 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动荡时期 特斯拉的挑战尚未告终 外媒报道特斯拉正在对柏林工厂进行改造升级 包括扩大电池生产 未来产能将提高一倍 达到每年100万辆电动车 特斯拉也表示接下来将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升级 就可能会导致第三季产量下降 但维持今年交付180万辆车的目标 周三特斯拉盘后股价加速下探 重挫5%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纵看张祺林综合报道